8月7号,北京夏令时13点30分,第11届亚运会火炬火种采集仪式在西藏自治区举行。 来自拉萨市艺术学校舞蹈班的14岁的藏族少女达瓦·央宗,身穿淡绿色的藏式下裙,走到太阳灶前,把萤火棒放在太阳灶的聚光点上,借助太阳光点燃了萤火棒。 曾经为我国体操运动赢得过许多荣誉的老运动员李宁,亲手接过燃烧的萤火棒便燃了火种盒,把亚运圣火的火种注存在火种盒里。 两位身穿白色纱裙的女青年手捧火种盒,步履轻盈地走到亚运会组委会代表面前。 亚运会大型活动文展部副部长罗志军接过火种盒。 另据报道,亚运会火炬火种已于昨天空运到京,将于8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点燃亚运之光火炬。